天津女排9人入选国家队训练营 主二传姚迪未在列 北京时间2月16日消息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官方宣布 本队9名队员傅宁波北伦 参加2022年国家女排训练营 除三大国首李莹莹 袁新月和王愿愿外 若为的还有王毅竹 陈伯雅 张士奇 陈新彤 张新月和孟子炫 球队的主二传姚迪并未前往训练营 根据排管中心此前发布的通知 入围2022年国家女排训练营的选手 需在今日赋宁波北伦训练基地报道 截至目前 排管中心尚未正式公布 参加这次训练营的队员名单 天津女排在2021-2022赛季的排超联赛中 以全胜战绩斩获第14冠 除主二传姚迪外 天津女排的主力选手和潜力新秀 大多入选了国家女排的训练营 现年30岁的姚迪 在中国女排担任替补二传多年 其技术稳定性和大赛经验 在国内同位置选手中都是佼佼者 巴黎周期开启 中国队在多个位置迫切需要推薪 考虑到姚迪的年龄 伤病情况和发展潜力 暂未入选训练营也在情理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